《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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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着 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局势吉祥 我们讲《往生论》第七课 实际上讲这个论著 我自己也真的是始料不解 也是深深的体悟到 这样的一种别开生面的寄送 以前讲净土三经的时候 甚至都可能是因缘吧 还没到这个点一样 慢慢也是算是积累过来的 非常相应 也很有加持 所以由衷的想到我们说 法的加持 传承的加持 文字剥弱的加持 越来越体会到那会儿 在经论里边 动不动说 佛呀 菩萨 因地 是为了求一记一诵 为法去舍生 那我们一般听起来觉得 至少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心力 可是至少如果我们能够理解 那些行者 那些修行当时为法忘区的 这个发心或者精神的话 那也算是一种福报 说实在的 我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听 实际上还算是吃老本 过去发过真实的心地 不管每一位在座的特别是线上的这些姻缘 只要你能参加进来一份子 真的还算是过去有老本可吃 当然我们在这个老本上呢 应该变本加厉 这样的话 才能够得到 才能够入这个法 那么 上一讲 我们讲到说 在极乐世界净土 阿弥陀佛讲法 水鸟树灵说法 甚至他的名号传扬之法 叫做凡生物生远 微妙文十方 我们记得跟大家讲到 生和远这个概念 实际上 物的生 物的远 一直这个法都在 有时候我们听法 听了一个多小时 就跟一念间一样 或者说 怎么远的事半天都讲不完 还有那么远的时间 这都是生法 远法 诸位 体认一下 你看 实际上这个生远法一直在 上次听完了 这一次我们比如说 还能记得一些法义 还能够续上 这就叫生 这就是一切万法 生的功德 今天我们呢 截至上一次讲 这就叫远 所以生远之法的功德呢 一直在 只是我们不悟而已了 为什么一个现成的东西 变得如此艰难 处而不可得 就是因为我们在 缩普世界 大家要明白这个 差别项 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说 这个 凡生 物生远 就是极乐 跟我们这的差别 我们今天引入一个概念 因为极乐世界的 一切因生佛事 都是让人有 这个物生远的功德 就是物的是生法 生生的物这个法 这就从物上来讲 从远而言呢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说 证 去证这个法 为什么菩萨地里面 有一个叫远行地 这叫远法呀 离凡夫越来越远 离三界越来越远 那么就离佛就越来越近 直接误这个究竟法 但是回首啊 就是我们 缓回到娑婆的当下 这个形状来讲 就不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我们 做一个实例 算是一个实验吧 特别是在座的法师都知道 在咱们这儿呀 就所有这些教法中 后面的祖师们 怎么去理解领悟啊 你比如说 从天台宗的 这个 专准角度吧 法师们都知道六级佛 六级佛 天台宗与言教为理 悟这个六级佛的 这个次第也罢 相及不相理也罢 他已经算是在娑婆世界啊 是讲到最圆满 最贴切的地步 就讲这个六级佛 可是他怎么还是依然摆不脱 娑婆世界 习惯性的相对思维模式 就永远抽身不出来 抽心不出来 你看我们表达的时候 还要说身 还要说心 这就是把他放在物身和原法的背景下来讲 实际上是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虽然在娑婆世界已经很圆满了 六级佛的次第 你看为什么 与言教为理 为什么要六而长极呢 就是佛性一直在生法原法 就在眼前 就在当下 可是为什么要极而长六呢 就是我们离不开四地 一下子就不能够入境去 非要慢慢来 没有办法 所以就有生和远 有浅和静 那你看从这个六级佛 从理级佛开始 道理的理 可能在座的居士们 就没多听了 不了解 慢慢去多文殉吧 理级佛讲到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 但是天天日用 一动一静都在里边 就不悟这个道 所以不是说 什么动静理全是 形藏视镜非 然后我们的言行 所有的这个妄想颠倒 都没有绝照 所以明明随他去什么 秒秒不知归 就这个意思 然后才开始慢慢的 有所体悟了 听了佛法了 有善知识开示 读诵经典 清静三宝 某一天过去的善根 突然开启了 方听无声曲 史文不死歌 这就表达说悟到了 可是主要知道 才悟到 而且还不是这里讲到的声源 为什么呢 因为悟了以后才知道 哎呦 烦恼当下皆是菩提 才知道 只是悟的钱 才开始什么呢 会修了 才算是眼睛睁开了 看得见了 会修了 在这个会修的情况下 还要念念不忘 什么呀 念念照常理 星星西换成 就是你时时刻刻要 直迟在那个法上 一念忘了 就被打入凡间 打不成一片 所以为什么念佛 也叫直迟名号 你没办法 这个观形 观不起来呀 不能够无间 所以总是被从中折断 这就是常败将军 那么纵杀你不折断 然后开始才什么呀 就是什么四柱 虽先落六成未尽空 就是虽然我执 断了法治没有断 你看看 本来是一切法无 我就说到底的一个类别法 可是因为我们这 因相对的这个思维模式 还是摆不脱 还要有我执 还要相对法治 法治断不了 无名没有破 不能见忠道佛性 所以说什么眼中忧有意 空里见花红 就这样修 还是隔层杀 没有办法 直至破无名开始了 穷缘忧未尽 但是上见越朦胧 就是已经破无名 已经开始落实了 贯彻到底了 可是呢 还得一点一点的走 就跟零散 散碎银子一样 一点一点去攒这个钱 直至攒到最后 才叫究竟济佛 可是诸位要晓得 只有究竟济佛 才是这里讲到的 生法 原法 究竟济佛 从来真是旺 今日旺皆争 但父本实性 更无以法行 这就醒来了 梦里面就是凡夫 现在彻底醒来 但是醒来的时候 醒来的人就是梦 做梦的人 本来就是佛 就这么一个 极浅之生法 极生之浅法 就我们要 非要把它 割裂成这么一个框架 才能听得明白 才能截了 才能入进去 慢慢才能得到 就梭婆世界 就这么的不堪和被动 实际上已经算 我们这 原教里面讲的 最贴近心地的法 就这样 所以大家要 我们也要当下悟 这个为什么叫做悟生缘 包括跟诸位讲 如果套到净土法门上 本来一切法都是 从世西方有十万余佛陀 今天有佛 号完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这个法就这么到 就成了 但是在我们苏博士 流通的时候 还要后面加到 若一日若二日 应当发愿 当性是不可思议功德 就还要把这性缘性三次第 加进去 最后才能体悟到这个地方 才能 以往生的方便 才献见弥陀法会 还这样子 实际上放在六级佛里边 也是一样的套 本来是经现在说法 可是非要把它说 应发愿 当发愿 以发愿 这就是我们说 讲到说 为什么这里能讲到 凡生物生缘 因为极乐世界是大乘法境 所以所有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出在他的法上 外向上一切的庄严功德 七宝十八宫的 所以都不出这个法的核心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揪住 这样的话 就会悟得远 悟得生 你看为什么这里讲到说 凡生物生缘 远行地远行地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离佛越来越近了 走得远了 悟这个远 实际上悟远 你看在这个 愿文里面就讲到 说这个十方国土 或者菩萨众 闻我名字怎么样呢 逮得清净 解脱三昧 供养无量诸佛 而不失定义 后面也会讲到 这就叫悟的生 文明浩 微妙文实方 就能够逮得清净 解脱三昧 另外一条愿文里面讲到 文物明浩 德菩萨无生法 忍诸生总持者 这就是生法 诸生总持者 直接就悟佛 就是佛境 因为我们念的也是佛 见的也是佛 成的还是佛 度众生成员再来 依然是佛 这才能叫悟远 这才叫悟远悟生 所以说 净土法门的一切反应 都是成就这个 生远之物 而且大家要知道 它是全方位立体式的 就是 事无巨细的 面面具到这样的一种攻略 我给大家再读两段经文 我们仔细听啊 实际上我们说到讲经讲经啊 有时候我们 有讲经嘛 是我们把佛的圣言 这样掰开揉睡了 反过来 我们也要听佛讲的 来 匡正我当下的这些 散散落落的掌念 这也叫讲经呀 讲经呀 就说呀 所以大家体悟一下 你看这两段 真的是把这个 悟生远的功德 就是没有什么浅静之法 唯有生远之道 你看第一个 它这里讲到 风吹宝树 演出无量 微妙 迎生 其身流步 辩诸佛果 然后闻其应者 得 生法人 这是无量寿里边的原句 得生法人 那么 住不退转 至成佛道 耳根清澈 不遭苦患 从我们耳朵的这个法 目睹其色 鼻之其香 口肠其味 深处其光 心以法原 怎么样呢 皆得 圣生 法人 住 不退转 至成佛道 接得 圣生 法人 就是 生法 住不退转 就是 原法 所以叫做 凡生 物生 原 就是六根 门头 所有的这些 六根 门头 四位上下 都是来成就 这个物生 原法 再比如说 你看这里 讲到的 八公德水 就是在七宝池 里面去沐浴 的时候 那个水波扬 无量自然妙生 随其所应 莫不闻者 这又出来法生了 凡生 然后是 或闻佛生 或闻法生 或闻三生 自然间生 念佛生 念三宝星 或寂静生 空无我生 大慈悲生 波罗密生 实力无畏 不共法生 诸通会生 无所作生 不起灭生 无生忍生 乃至甘露灌顶 众妙法生 如是等生 称其所闻 随顺清静 离遇寂灭 真实之夜 你体悟一下 所有的这些 都是你任何根器 为什么你的业力 不能够起现行 就代业往生 就光说法因这一条 就把我们所有的 这个散心杂念 那个洗刷的 干干净净 没有丝毫能够 见缝插针的 因缘 一切法都是让你 随顺清静 离遇 这就是原法 因为我们现在在预见 寂灭真实之意 这就叫生法 所以这个物生 随顺三宝利 无所谓 不共之法 那还要比佛 那还要比佛不供法 再深 再远的 这就是物 物生远 所以其实这 我觉得这句祭送 特别重要 特别是我们在文法上面 还有一些文思功底的 底子的 就是要真的用心 仔细的去体味 尝到这个法味 而且他从名号上来讲 也把这种弘法利益的模式 推广到十方国土 就是物远 怎么物远呢 大家来看 依诸佛 普魏十方说 微妙法 如是诸佛 各个安利 无量众生 与佛正道 你说普魏十方 十方有多远 然后各个安利 众生有多光 与佛正道 这就叫物远 物远 又其月生 无非法因 清唱哀量 微妙和养 十方世界 因生之中 最为第一 这就是物生 十方世界 最为第一 所以称之为 凡因物生远 微妙 闻十方 供养大家 真的是妙不可言 好 再往下看 我们讲到 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助尺 这个寄送 因为前面的内容 都是围绕着 极乐世界的 硬件设施了 算是 各种各样的环境 各种各样的 公共设施吧 那么这一季开始 其实就是要展示什么呢 极乐世界的文化实力 我们可以这么讲啊 照着咱们这比对着讲 也就是不光是物质层面 精神层面 也是独具 引领资历的 极乐世界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物质和精神的时候啊 大家又必须面对我们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这总是一种什么呀 分开的表述认知 物质和精神 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结局呢 现在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弊端 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 特别是中国这些年物质非常发达 那么就是精神层面的素养 和物质拥有的量 不能够相当 往往就会导致失衡哦 失衡的是很麻烦的事 它就会出现一些偏执呀 低劣呀 这一些社会现象就会随之而出 所以说 这个净土的物质面貌和精神内涵呀 它是我们讲的 就是互为高度发达的优质证明 相互证明 而且在体现上 它也是一种互容的状态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 善道大师 为什么判极乐世界为 时报庄严图 实际上从这一寄送 就可以体现 是真实不虚 为什么 时报庄严图叫色星无障碍图 法师们知道 什么叫色星无障碍 就是时报庄严 完全没有这个精神和物质 一定要划分开来的说法 叫色星无障碍 那么他方国土就不一样 你看法藏比丘 他也是在考察十方国土的时候 他看到 有一些国土里边 虽然当然也有这个圣明的君主 太平盛世 以人道主义这样的一种 来治理这个国土 可是少不得有一些国土 或者一些时代中 会有这个罗刹 乃至修罗 来注持国土 这就十分残忍 在我们地球上也是这样 有这些硬结出世的这些 这些大修罗王的话 他就给你搅局呀 你看从古到经 希特勒都知道 这就算一个典型的代表了 德国纳粹 你说那会儿杀了多少 这个无辜的生命 特别是犹太人很惨 那咱们中国古代也有 伤咒王 伤咒王就是 蛇淫骄纵到什么程度 他见一个妇女怀孕 挺着个大肚子 他看见了 他就生好奇心 说这个肚子里面 怎么个怀孕 里面是怎么个结构呢 好了 给我抛开看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听一下 都毛骨悚然 就把怀孕的妇女 下令把她肚子抛开 要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个怀胎的方法 所以这个叫不善住持 你看秦始皇 梦想着秦二世 秦三世 这样千秋万代的传下去 可是实际上 到了二世就没了 为什么 他也做了好多 不善住持的事情 焚书坑乳 后来他这个秦二世 给秦始皇见墓的时候 把他爸埋进去 这么多的工匠呀 进到这个墓里边 还在 这个历史协家也考证了 说里面有三道门 这个史书上记载的 那么第二道门呢 是这样合起来的 正在合这个门的时候呢 那些工匠还在里面呢 就把第二道门 就给活生生的合起来 就活埋在里面了 第三道门呢 是往下闸的 就像水闸一样 哐就放下来 好了 永无天日 熊藏群 所以这些现象 那我们耳闻 这是历史上的史实 这就是指的 不善住持 惨无人道 在咱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啊 还有转龙王出世 转龙王的福报是很大的 人里边到这个福报最大的时候 会招感的转龙王出世 他的福报很大 但是转龙王呢 就是一个明智的 这是以正法来制化 制化众生 国土 他是七宝巨族 有一千个儿子 他这么殊胜 一千个儿子 非常的勇猛雄健啊 从来都不用打仗 不要兵器 就天下自然而然 就是太平的 这样世代相传 这就是一直算是 咱们国土里边的 善知住持 但是 随着供业的下滑 等传道 像阿含经里面就讲到 传道第七代的时候啊 福利就撑不住 福利撑不住以后 怎么办呢 就不能够以这个正法 治天下 他以自己的私心 自己的这种 自私念去治国 啊 经里面讲的 他就不承袭旧法了 这个导致这个政治呢 就生态不好了 啊 然后明这个天下 这个怨声载道啊 国土损捡 人民也凋落了 这样的话 就是不善住持 啊 最后到什么程度呢 这都算差不多 一个转轮往处 是能传七代 到了七代以后呢 住持不了了 那么大臣们就讨论 觉得说 这样国家 人民下去不行 说咱们是不是 还是依旧制 啊 说可以 说旧制的话 那是非常仁慈的 啊 说我们国土 国家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平群的人 应该去救济 他们一下 好了 就去救济贫穷的人 结果贫穷的人呢 越来越贫了 不好好干活了 贫的呢 去偷东西 你偷东西 把他抓起来 说你为什么偷 说我太穷了 好 再给他救济一下 一救济 大家都听说 没钱了 这个国王就给救济 好了 大家都全民都去偷东西 就到这地步 就福报开始损了 然后相互倾夺 最后发现 不能够赏了 给罚了 好了 就把一个偷东西 人拿来给治罪了 大家又一听说 一偷东西就要治罪 那不行 我们要造反 就开始自己制造这个兵杖呀 刀剑呀 然后就这样互相残杀 就开始乱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福报跟不上了 这个不善助持就开始了 由这个 这一代王开始就有了贫穷 有了贫穷以后 就是开始有了节道 有了节道 就有了这个兵杖 就打仗呀 兵杖有了杀害 杀害呢 寿命就短促 寿命就减少 那个时候慢慢从四万岁减成两万 到两万岁的时候呢 我们的邪淫 摊取之星呢 又转成一万 一万的时候 有人还不服罪 说自己没有投 没有抢 说你们诬陷我的 又打妄语 一直又减到一千岁 最后减到五百 两舌 恶口 奇异啊 大家知道我们骂人 挑拨是非 这些本事在什么时候学会的呢 上古是人可没有 到什么时候 是人受到一千岁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毛病 人类的毛病 慢慢的减到五百岁 减到一百岁 将来现在我们在七十五岁左右 将来人的寿命 一直要到十岁的时候 大家设想一下 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福报 差到什么地步 身体特别不好 就稍微动一下 你就得死 那个时候差不多女孩呀 活到五个月就得出嫁 五个月就要出嫁 那你想那会儿的人的体格 是什么概念 连酥油呀 冰糖呀 像我们现在的饼干呀 就是这些名字都听不到 不要说去吃了 尝了 名字都听不到 七宝也没有了 什么精英呀 这些都从地里边没了 食善业也听不到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这个真善美 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样的概念 整个一个世间都是什么呢 食恶充满了 杀盗淫妄 所以诸位想想 这个都是说 从不善住持法 开始导致 一直这么滑落下去 所以呢 这个法藏比丘发愿 就是说 在极乐世界 完全是以正法来 住持治 治理国土 也就是以这个法来住持 成就护持国民 都是以究竟解脱 那我们想想 就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 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为了成佛 在那住在一起 就没有第二件事 就只有这个天人菩萨的身份 但是没有人的概念 共业 没有人的共业 都是以法为远 那我们想一下 大家都是以法相守共住 善法都是圆满的 就没人修不善良的 这个不会做不善良的事 也不在世间层面 都是趋向于解脱道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国民素质或者是文化凝聚力 再用此时思维一下 所以叫做法王 善住持 卑异的生活内容 就是修道成佛 思想也是统一的 高度统一的 不会有纷争 不需要法律 因为人生的目标 都是一样的 所以才有这个叫做正觉 阿弥陀访王善住持 那经文里面讲到 无量无边 生文弟子 皆是阿罗汉 非算术辟语所能知 诸菩萨众亦服如是 就每天功课里面都会念 极乐国徒 众生生者皆是阿弥伯治 其中多有一生补处 其数甚多 没得说了 所以大家想 为什么这里所有的生活价值的体现 就是以成佛度纵生的终极目标来导向 就这么一个所谓的正觉阿弥陀 就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人生导向 就看只向阿弥陀佛看齐 这样的一种 就把一切的差别下 世俗法都给那个 屏蔽掉 那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要这样的善住持功德呢 愿力 就是超级善法 法葬比丘的愿力 经典里面讲过说 兼顾愿 明了愿 究竟愿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大愿望 为什么经文里面讲到 修的这样的圆满善法 说明我们 都能够听得到净土 我们此事能够经语得佛 得门度托 皆是佛过去修道之时 艰苦所至 经典里面讲的 就全埋佛 一揽子把我们推到这个 殊胜的这个 他的因缘点上 那大家想想 这个善住持能到什么地步 你放开了心想 这个善住持能到什么地步 就怎么个善住持 从我们接远 往生这个法的那一刻起 到往生到净土 究竟成佛 这一大过程中 全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福利 你诸位想想 我们每个人都去 把它 假如比作移民的话 现在我们很多世间的人 不是喜欢移民吗 但我们中国现在也很 也很发达 也很多地方也很先进 这个城市建设呀 确实也是可以现在来讲 在这个地球上 极具号召力 那么有一个年代 那会儿 大家都不是号移民吗 为了个移民 为了个什么 这个卡 那个这儿的 你说要费尽多少 这个 资深多少这样的投机取巧呀 这想法设法 真是这样的 这里面还有副作用呀 一到人家国外的 为了那个 什么那这样 保障啊 生活最低保障 我也听过他们有的说的 也很苦 也很苦 我们在国内有的不知道 极乐世界的福利不是这样 它这很全面 没有副作用 叫善助持功德 为什么呀 这个移民是 西方三圣亲自上门来办的呀 同学们 亲自上门来办呀 你想想 你说我们 说这个生死苦呀 他的福利就没有死亡 没有生病 你说我们说这个世间无常的话 他说极乐世界 照宰 永结 无衰 无变 你说我们在修行 难 不能够相续 他在那儿一切万物 都是组成你 当下必须要念 念佛 念法 念僧之心 没法不念 你说我们这里很难生到佛前 很难生到佛事 在佛法的年代 那人家那儿的常态是经现在说法 这就叫做法王善助持 善助持 我不晓得 反正我自己讲的真的是法系充满吧 这往生论太殊胜 真的就是说简单这个寄送有这么多可以发掘出来的极乐世界 书圣之书圣 书圣为妙语 你看如果讲到我们说这个善助持正法 善助持是什么意思 就是最低的一个水准就是不要让法变质 大家懂吗 不要让佛法变质 不要让正法歪曲 你看在我们这里如果大家讲到一些 在华言经中也讲到一些什么叫做具足的方便会才能很好的住持 善巧的住持正法 也讲到一些 这个相应的一个次第吧 这么几条 你看这样华言经里面讲到在我们这儿善持 怎么善持住持正法呢 善巧一个 善修三解脱门而起慈悲不舍众生 这第一条 听着有点专业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怎么个意思 就是说你既要修行在有中 还要正悟空性 就这样 这才能叫做善助持 可是我们问题是什么呢 你修空性 你就得自己好好在那思维禅修 就得舍众生 众生多了就捣乱你修不上去呀 你如果不舍众生 你这边就空不掉 不能入三解脱门 就这样 但是一个善助持同功德 那必须要 修三解脱门而起慈悲不舍众生 真正按照次第论的话 又到咱们时候 这个菩萨帝有一个叫什么 南圣帝 极南圣帝才能获得这个水平 就是争俗圆荣 再一个善助持法必须要什么 远离三界而庄严三界 你说就这些法在相对思维的世界里面 真的是就没法活这种法里面 远离三界就是当下要处理这个苦海世界 可是庄严三界 还要在当下的世界中注入佛法的功德 那你到底是走呢还是留呢 这为什么我们常赞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说 不费世间法而成就佛法 它也是这个功德 再一个 听起来好像有点色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这些善助持功德是必须必要的 你看讲到说毕竟寂灭诸烦恼 就是我们毕竟要把自己的烦恼给歇下来 然后怎么呢 而能为一切众生起灭贪嗔痴烦恼 就是你自己要把自己搞定 还要把大家搞定 把大家搞定 自己也要搞定 不能够顾此失彼 也不能够失衡 但是在我们这世界就失衡 就很难注持这个法 我给法师们自己在上 我记得有一个 史上有这么一个公案 是一个道士吧 反正他会写负 画负 结果呢 有一天他出去以后 走到了一个缝端里面 缝端里面出来个鬼 出来个鬼呢 他自己就害怕的不行了 就被鬼给吓得昏得 就晕过去了 因为过去呢 被这个一个夫妻俩呢 就把他给救到家里面 给喷点冷水 他就醒过来了 哎呦 不得瑟瑟的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还走的时候呢 说哎呀 你们把我救回来 我也没什么无以为报 我是道士 我会画写那个符 我写的符呢 可以捉鬼 说送给你们写几幅 送给你们家吧 结果弄得笑到大压 这自己被鬼吓死了 还吹牛说能捉鬼 那这个心情我最能理解 我也是这么一个佛门道士吧 就是自己的法也没有 天天给别人讲法 问题是什么 就是不善住持的根本 你自己要搞定 你不能够兼顾别人 你想一心一意 这个住持法道 可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忘了自己 并没有忘我 就不能够兼顾这个法 还有一点你看 讲到知三世为世一念 而随众生分别 以种种相 种种这个实而修诸行 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知三世为世一念 还要说 经发愿今生 以发愿以神 当发愿当生 实际上就一念 阿弥陀佛今在西方正在说法 又没有办法 还要说从事西方故事万一佛陀 还要说成佛于来 于经时节 所以这个经典的无量的微妙法意 说是说理 来回穿插转化 你的凡夫心力 根本就没办法跟进 只能信受 如是我 那么大家看看 就刚才我们挑几条 这还是华言经佛境界里面讲到的法 在这一些善助持正法的功德里面 都是极难调制成的效果 在咱们国土 如果说你去配套实施的话 你肯定不会有圆满的效果 你肯定是只有顾此或者施彼的副作用 但是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他就把它非常合理的调配成一种生活的常态机制 就这样完美无暇 就是这样 叫做正觉 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助持 当然诸位听了半天 也不要觉得 哎呀 这样的体制 这样体现面面俱到 我可够不着 实际上谁都能够得着 为什么 很简面的 总而言之 什么叫做善助持呢 什么叫做法王善助持 就是随顺入念佛三昧 就这么一法助持 这就是善助持的核心体现 核心助持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给大家再读一段经 无量受佛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中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便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奇光向好 即与化佛不可据说 但当异想 令心眼见 见此逝者 即见十方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故 明念佛三昧 这就是法王善助持的根本核心 一切法门皆从此法界流 还归此法界 就是念佛三昧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这样 我们信净土的时候 信他的简 就知道他的简的背后 有多么的繁杂的这个书胜 这种高妙微妙体系 我们去接受他这个书胜微妙 也要知道实际上就是 极浅极生非浅非生之法 所以前面讲到说 物生远 也是极生极远 极浅极净 非浅非净 非生非远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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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注持法 所以这一寄送 那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以正觉法注持国土 他这个是为了有区别与不正觉法注持的国土 因为在不正觉法注持的国土里面 就没有正觉 还有辩觉 还有倒无上觉的普遍功德 都是颠倒项目 你看我们此时的世界里面 因为大家都处在一个烦恼欲望海里边 所以他只能同样用烦恼欲望来调育来注持 这就所谓的我们讲到的统治或者是管理吧 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是这样来实行 才能天下太平 因为我们有犯罪 所以才有警察 那只能用警察来注持犯罪 因为我们有自私散乱 所以才有管理部门 他都是这么来注持 所以你看这个就疫情期间 大家还是有不配合的 就不带口罩 就要到处乱跑 那你怎么办 只能用不善法来注持 就是把你给逮起来 没有办法 所以说因为我们这就根本 连最基本那个先来后到 你都不去尊少 所以还要说请排队等候 为什么呢 这都是不依法行 不信法道 所以才只好用这个非法执法 来注持世道人心 所以不是以法注持 不称为善注持 那么阿弥陀佛 他所有的这个因功德呢 都是正觉之因 正觉阿弥陀 48月 斑斑裂裂的 接的都是正觉的远 但凡与佛有缘 就必成这个无上正觉 就这一句佛号 他能接这个远 这一句佛号 也可以迫使他方国土 一切的不觉 邪觉 错觉 都可以 这个就叫做 善注持 正觉阿弥陀善注持 所以说十方国土里面 皆以德文他的名号 为往生成佛的正英 这就是善注持 从本土到法界 整个一个统一的步骤 念佛三昧 这是这一祭颂 我们讲到的是 阿弥陀佛的主主持 他是法主 教主 下一祭顺 大家来看啊 如来敬华众 正觉华化生 这个是指的 庄严眷属功德成就 前面的话 这里是指的 这个主功德成就 这里是眷属功德成就 因为讲完教主的情况 就是要讲眷属的情况 那么大家来看啊 这个善注持法道的国土 那你肯定要有 有清静的众生来匹配 啊 清静的众生来生 到这个国土 那必然要他的 第一个首要的条件 就是要牲畜清静 牲畜 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有这一条 阿弥陀佛英帝的时候啊 他就看到他方国土里面 有一些什么呢 不如意的眷属 这个我想在座的都有题目 什么叫做不如意的 就你走哪 总是有一个老鼠 要害这一锅汤 你就逃不开这个法 啊 你说一个高素质 或者寒养的人 周边一堆的人很差 那他也只能 推头土脸的过吧 我们常讲 取高和寡 什么秀才遇到兵 就说这种事啊 那么 为什么出现这个 首推的他问题出在哪 就是他的出现形式 都很粗略染污 咱们这也讲到说出生不好 啊 当然这个不是从贫富贵贱 而是从染静上说 如来静华众 是怎么出现的呢 正觉华化生 因为 我们国土里边 不要说十方国土 就我们国土里边 无非生命的出现形式 胎卵石化 啊 大家想为什么我们常说众生众生 各地去生 再一个就是各种生法 胎生的 卵生的 食生的 化生的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他的不说 就说胎生 就是我们人类胎生 以什么为驱动力呢 大家设想一下 当我们生命 本来是一个洗牌的机会 重新洗刷的时候 结果就因为无时以来的淫欲业 一下子这个 万箭齐发 就把你带着 勾着就 必须要 作为一个 欲界 出现的形式 以淫欲为驱动的因缘 哎 有时候 真的也是看看我们自己过的日子 来时之路啊 实际上真的是很杂染不堪的一个世界 缩破世界 就是全民的缘起 都是要依附在欲望的世界 你说我们就忍着这 连这一口我们都一直忍着 非常的不堪 但是大家还在里面继续混 你想想 一个众生出现的时候 必须要依附在欲望上 啊 这个已经说必经之路 没不这样 你没办法在这个世间出现 啊 种子不净 兽生不净 种子呀 父亲母血结合的 行淫欲啊 十月怀胎住处不净 在娘肚子里面天天吃什么的 就是吃这个 这个 娘肚子里面的心血嘛 这叫 胎中不净 啊 胎中吃东西不净 生下来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 哎呀 现在被人类包裹的觉得说 哎呀 怀胎十月终于生下来 哎呀 可喜可贺喜得贵子 然后十月怀胎 今天弄个满月啊 出生下来 大家贺一贺等等 产房传喜讯什么这些 实际上大家想想 生小孩的时候 小孩的时候有多么的狼藉 脏到什么地步 所以说 这一点来讲 这就是我们说的 牲畜 已经差进到这个地步 啊 那另外再说 卵生吧 卵生呢 还有一层壳 等于说鱼池又加了一层无名 生命又多了一层风险 你把你生下来 有的胎生还好 生下来活了就活了 这卵生的生下来 还不一定能活 还得敷 啊 那么食生呢 是阴暗潮湿之处 根本就不是殊胜之夜 只为化生 到极乐世界也是化生 是同步的 问题是什么呢 咱们这儿的化生在恶鬼和地狱道 出于化生 啊 所以说 在这样种种的漏列的背景下 我们怎么能叫做 净华众 啊 怎么能称之为正觉华化生呢 莲华化生 啊 呃 在这里呢 谈完大师 他在讲到这个祭祖的时候 也说起说 我们这个世界啊 他会有三种不如意的眷属 啊 不是如来进华村 就是跟 这个 法王是不配套的 啊 跟这个正觉的 这个法是不配套的 比如说第一个 王公贵族呀 书香盟定呀 很好的家庭 但是往往生不争气的子女 啊 我们常不是有一句叫做 这个顽固子弟吗 他给你弄的家门不幸 啊 最后给你拜家拜晚 好吃懒做 那这个就不能叫做如来进华中 打比喻啊 你虽然大富长者家里很好 但是他就给你来这么一个冤家 啊 或者有一些人呢 地位低下 品行不好 呃 是下层的人物 但是呢 他又生了一个才华出众的精英天才 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 这个子女一看这样的家庭 本来有天才 福报又不够 结果呢 很容易又让子女就心里扭曲呀 因为人都有虚荣 啊 是不是网上常有一个说 那个那个典故叫说 他才不如你 你命不如他 你虽然有才华 但是命不好 你生在一个很贫穷下低贱的家里边 也不相当 也不能叫如来进华中的功德 没办法比啊 呃 真的这个贫穷啊 生这个子女啊 如果他再虚荣一点 就很麻烦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电影叫包氏父子 可能上了四十岁的有可能看过 包氏父子里面讲什么呢 就是讲到呀 很贫穷的一个老爷子 他为了供儿子上学呀 上的一个很好的贵族学校 那里边都是有钱人的子女 就他儿子老觉得自己家里穷 结果呢 他还很虚荣 来往的这些朋友呀 哥们呀 都是很有钱嘛 他也是想发生发 想戴个好表啊 穿个皮鞋呀 穿这好衣服呀 但是呢 这个父亲呀 辛辛苦苦攒的钱 给他去买东西 去学校看他的时候呢 他生怕别的同学看到了 赶紧把他拉到角落里面 来干什么了 来送钱来 钱拿完了 赶紧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情节呀 很让人不奉 就是说 他爹一转生 那么他跟几个同学呢 也在那就是结伴走了 那几个同学还问说 这是这个老爷子是谁呀 他来了一句说叫不相干 他轻棒 他说不相干 我那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 老爷子到什么地步呢 说给他说同学天天抹那个头油啊 他也给他买头油 结果那钱不够 没办法买什么了 给买了一瓶酱糊 买了一瓶酱糊回去 说这个抹上的说效果一样 结果一抹一抹的说这是酱糊 你看 出生不好 也没有办法 再一个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家庭成分啊 这我们曾经年代不是大家 都有这个家庭成分不好 都是遭别人的轻视呀 讥讽呀 总之啊 我们这个世界因为业果混乱 就是导致我们的家庭 一直是这样 疯乱不堪的眷属阴眼 因为有轻的有冤的 有来寻仇的 有来报恩的 冤家亲人你不知道的 不能够这里教导说 如来净华众是统一的 都是来以法为原 所以关系也特别的不对等 不协调咱们这个事情 真的你看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就是说这个事 人生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什么天难随人愿 看明月又有几回缘 等等诸如此类 已经倒进了娑婆世界的真情实际 就是这样子 那么 在阿弥陀佛的净土里边 什么叫做正觉华化身呢 大家每天跟着师父母上课也都念 九品莲花为父母 发愿文里面一念请生极乐 就 雨一那差离五拙 屈生彼请道莲齿 你设想一下这个荣耀 这个灿烂这一刹那 都是莲花化身 化身倒是化身 而且还是从莲花化身出来 一个往生者 一朵莲 牲畜就是这样的一种 清净正觉华化身 那活法也是跟咱们这不能比的 你看看人家的相貌 从外貌上来讲 我们这有讲到 是不是外貌协会 就是以貌取人 你看这外貌 容貌 颜貌端正 超市稀有 容色微妙 贤同一类 形无异壮 都长得一样 然后什么样呢 贤满三十二大人相 就是跟转龙王 佛陀的相是同步的 是人人皆如此 不要搞错 这就叫做清净华众 这是外貌 再给大家说一下 身材是怎么样的 国中菩萨 不得金刚纳罗衍生者 不取正确 都是金刚纳罗衍生 金刚生又不坏相 诸位有去过河南 那个 那叫什么石窟 龙门石窟吧 龙门石窟 那个披露大佛 两边你看那个金刚历史 那在艺术家眼里 都是美得不得了了 雕的 这个就叫做什么呀 纳罗衍生 当然纳罗衍生 从什么的 也是从金刚不坏心得来的 纳罗衍生 这是身形 再看看人家的心理素质 是什么呢 与诸众生得大慈悲 扰益之心 无愤恨心 无厌代心 等心圣心 身心定心 无恶趣心 这样的心理素质呀 说实在的 还是出家人才能比较体悟得到 因为要红罚 要住持 你其他的不说了 你就是个愤恨心 这个厌代心 你看 今天 比如说我把这里讲完了 大家可能在直播上面 听得比较相应 或者又生了疑情了 马上在微信上又发来一堆微信 哎呦我就不行了 马上就生愤恨心 为什么太累了呀 太累了 刚刚讲完了 还有这么一堆问题又要过来 有时候提的问题呢 是提了一次又一次 就跟观音菩萨天天派了几个人 在微信上 是我一样 就这样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 验皮验 带 就不想搭理你 知道吗 你们能理解 也不想搭理你 就说的太多了 还要问 那这样的心理素质是不过关的 极乐世界的净华众都是什么呀 无业带心 无愤恨心 大慈悲饶意之行 这是人家的心理素质 再看专业水种 国中菩萨 受读经法 粉诵池说 只得得智慧 变才智慧 智慧变才不可限量 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海中 智慧变才是不可限量 根本不存在我们的读地藏经里面说 私人有业障祸故 与大成经不能记 记都记不住 你保证你看今天听完了 下次你还能记多少 所以说种种诸如此类的这种深处活处 都叫做什么呢 清净华众 阿弥陀佛的眷属 一个一个都是这样 不论从外形相貌 内在心态 他们都没有必要 也没有条件 生起这种记恨呀 这种抱怨呀 之间的摩擦呀 种种这种情况 都是像水乳交融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才能叫做 净华众 当然这个功德呢 也要归功以阿弥陀佛接引的那刹那 就启动了这个原法 你说怎么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以斗争坚固的这么一个国土里边 往生以后限量的能成就这样的功德 他主要的这个就是这个过滤点在哪里呢 就在与大众围绕陷起人前的那个时候 大家生乏气 与大众围绕陷起人前者 你一见到清净海中 你设想一下 又往上又往生了 一切恐惧为座大安 然后清净海中就跟着西方三圣 现前的时候 就让你直接就观摩他的这种体验 就现场就体验人家极乐的常态 就给你显现出来了 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增上缘 哎 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娑婆这件 彼此烦恼呀 姻缘的这些这种破事呀 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 一入净土 全部都是清净和和的缘起 清净和和的缘起 所以当我们正当期望 往生的这个时刻 光辉灿烂的来临的时候 殊不知我们信愿之行启动的时候 在往生之前 已经就成就了很多净土的 别开生灭的殊胜英文 已经就成就了 密在这个里边已经就转了 这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法王善主持的功德 做出无间的福利 不间断的福利 让我们皆成为 敬华纵正绝华的 现前海众一员 叫做如来敬华众 正绝华化生 那好 我们再往下看 爱乐佛法为 缠三昧为始 这一句呢 叫做这个 受用功德成就 刚才讲到的 身处 住处 每天的功德 那么既然是生活生活嘛 前面讲到是从莲花化生出来的 那到底一天靠什么活着呢 吃什么喝什么呢 在哪赚钱去呢 怎么养家糊口呢 极乐世界就是一个道场 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所以他这里是爱乐佛法为 缠三昧为始 就是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生命的存在过程 可以脱离物质的天充 而完全单靠精神的滋养 这在欲界来讲 是完全就是离奇的 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那么 由于我们的视野太狭隘 甚至不知道整个法界 这种食的方式 就吃东西的方式太多了 我们每天早上中午过堂头 中午过堂头 都要讲着讲着念着念着 说 这个禅乐为始 实际上大家体悟一下 就是这个吃东西的方式 这个情态呀 只是我们咱们这 这个经里面就讲到 我们这只能站到 最低级的一种叫做团食 什么叫团食呢 你看那和面 蒸馒头 大米饭也是一颗一颗的 咬的时候这一口一口的 又叫断食 为什么说饺子好吃呢 就是因为你上面摆弄的多了 不断的揉搓它呀 叫团食 那么这个团食大家要知道啊 它太粗略了 它一定不可缺少很多 比如说要有香 要有胃 要有醋 你得吃进去感受呀 还要进入身体以后 消化吸收来滋养色舌 这都是我们这一般一杀的饮食 必须要这样进行 可是诸位要知道 所有法界统 统观来讲 不一定这个色生的相续 都得用这种手段 而且很多时候 更多时候 可以不用这种手段 就是咱们这招呀 太拿不出手了 靠这个养活自己吃饭 你看这里还讲到 有一种叫畜食 触摸的畜 畜食有时候也叫做乐 月食 就是乐 快乐的乐 怎么样的食 六食 眼耳鼻舌声 跟外界的色生相味处 这个珠成六根对六镜 就是感觉到 这个很舒服 这个境界 那么产生了一些 柔滑呀 冷暖呀 这些你身体中 喜乐的感受 就可以什么呀 掌养猪根 大家知道吗 像我们这里 要一口一口的吃 鬼神里边啊 有一些鬼神 就是等于说 第六食 触一下境界 他就饱足了 你看为什么我们 放咽口呀 或者说这个 门山狮食 有些鬼神 他来了 他并不是说 真的要一口一口 蹭蹭的吃下去 他就是什么 第六食触对一下 他就非常饱足 就很欢喜的就走了 这个叫触食 触摸的触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思食 思念的思 这个又叫念食 我们在讲 吃东西的种类啊 你把心打开看看 什么叫做念食呢 就是光第六食 在那想一下 哎呦 这个可爱的境界 这个滋肉的境界 生起希望了 就能够把他的 猪根给长养了 可能大家一听说 吃惯东西的时候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哪有这些事呀 你给我试试看 听过一则叫 望梅止渴 还记得吗 快要渴死了 给他说前面有扬眉 马上就到了能吃 哎 马上这个渴就止住了 这个色声就又开始什么呀 相续了一段时间 这个就叫典型的思食 身体暂时就不死了嘛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叫做食食 意识的食 这个比较专业的 要讲到第八阿赖叶史 食食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生命的存在感 只要有这个存在感 就够了 这就是他的吃的对象 他仰色上的能量 就用第八里边 依照前三种食的势力 来增加支持自己的猪羹 像地狱里边呀 无色界的众生呀 就不需要前三种食 也不需要团食 也不需要这个处食 也不需要私食 他只有感觉到 第八阿赖叶史 在保护自己的身体 就一直这样相续 我我我在就行了 就这样 所以整个这个法界奇谈 你说光吃东西 就有这么多样式 大家呢 基本我们还是打不开 这个格局啊 实际上你看我那天 跟一个同修呀 聊起啊 聊起了老说 说到了我说呀 你给我 我老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禅定镜啊 说你禅定镜 能不能到处走走看看呀 他也不反对 也不肯定 也不反对 有时候我也给他说 我说哎呀不知道啊 要不你说说 把这个四天王天 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感觉吧 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啊 他们又就是半推半就的吧 这给讲讲四天王天啊 怎么怎么样 天王确实很庄严啊 像天王坐下来嘛 我们人站在那顶多就够着他的 他盘头坐着 我们顶多就把这个膝盖给达到高度就算好的了 啊 而且色身很殊胜 不像我们天王店里面的天王已经很很感 就这个这个这个感受已经是看着这个感受已经是看着很庄严了啊 那么在这个四天王那看到的话更为这个就是那种色法极其艳丽庄严啊 啊 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出力心不够 说是性净土啊 然后怎样怎样的 真正你的信心升起来的话 你可听个天道这么庄严 你都马上就不想在这呆了 你感觉一下那个人呀 有钱了以后想换房子的心情就知道 啊 一旦新房子装修好了 就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漏 漏列的这个旧的拥挤的房子里面 这是一样的心态 那为什么还继续待在旧房子里面 就是说不相信有新房子 不相信自己有新 可以有新房子 嗯 啊 所以这四种石 呃 还都属于什么呢 叫做有漏石 啊 还属于有漏石 后面还有一些啊 你看这里讲到禅乐为石 就是以禅法来滋养心神 禅修呀 啊 禅修禅定 来滋养他的这个慧命善根 这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叫怨石 愿望的愿 啊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很多时候我们发四红誓愿呀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意志 你去做一个大的朝拜也罢 或者大发勇猛心这种大的功课坚持也罢 实际上你体力是几乎 骚已经折腾就不支了 后面能够就是一直半死不活的还进行完 最后还觉得越来越神清气爽 为什么就是由愿来滋养的 意志力 啊 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那会去 这个科舞台就是这样 两三天就把体力用光了 全部就用的就是你这个愿力 说一定要朝 就想见文殊菩萨 要得感应 啊 一定要把这最后从哪出来的 选通寺 完了以后一定要回去 要回向 那这就叫做什么 愿使 啊 像迦摄尊者 大家有去过基督山吧 华首门 到现在还在那入定 那么迦摄尊者入定 为什么呢 他要等着弥勒菩萨下生 在这成佛头 把那个袈裟传给弥勒菩萨 转交给弥勒菩萨 是释迦摩尼佛祖托的 这就叫做愿使 啊 在那入定了 这就叫做禅乐使 人家就是这么活着 啊 所以说 你说 有时候我们 不幸说有这样的状态 啊 但是是真的 还有几种啊 再给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要细讲了 一个叫做念使 念使就是说 以一持三宝的 一持这个出世间善法的 这种心存这个定 定义的这样 互念不忘 这样的话呢 你不必去这个什么 也可以维系生命 念啊 不要小看我们的念力 一切法都是念力 再一个解脱使 这就更不用说了 啊 烦恼都断了 不受生死的 逼迫了 这叫解脱使 啊 还有一个叫喜时 就是法喜充满 啊 你看到美部经典最后说 欢喜兴受 坐立而去 就是法喜充满的滋养 惠命的 后五种 禅乐使 怨使 念使 解脱使和喜时 属于无漏使 啊 前四种 团食 处食 思食 食食 这属于有漏食 这属于凡胜 事出世间的差别 还是不一样 啊 那么 就是我们怎么讲呢 你不在那个 法境里边 你很少能够体悟到 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的功能 啊 你看很多时候 比如说过五不时吧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 你有这个愿力 有这个念力 过五过的觉得身心轻安 有这个法喜 就是所有这些力量 实际上都是打包 并竞在其中的 那你就支持自己的这个色声 真的过五就是很清安 清爽 但是有一天 我就那会儿在佛学院 做事情做的 说你这样不行 啊 你这样 这个营养跟不上 你得不要太执着 执着这个 好了 每天都说 每天都说 开始不动心 后来慢慢天天说天天说 听得多了以后 突然有一天说 哎呀 我这越来越瘦 是不是该晚上吃饭 好了 当天晚上就饿 就在当天晚上就饿 这就是什么 愿力弱 就愿使 啊 这里面都有 人是铁饭是刚 饿得慌 这个定律呀 我们没办法 抽身解脱出来 啊 所以只能在世间人的形状 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是整个法界 都是这样的规律 非得要吃 特别是非这一口一口的咬着吃 啊 我给大家讲 上面有个 这边养了个龟 那药丸天天在那 搞卫生也看得见 法糖给放在那 现在大概冬眠了吧 什么都不吃 天天在那就水里泡着 我一开始还怕他饿死了 给买的什么龟粮呀 什么那些 最后一口都不吃 什么都不吃 自打到白花岸就入定了 从来都不吃 到现在还活着 所以他们有的说 说为什么那些仙道呀 大部分都是这些成就的多 仙里边不是也有什么 这个仙 那个仙 蛇仙呀 这个仙 这些修道的 为什么 冬眠的动物容易入定 大家知道吗 冬眠的动物容易入定 入定了 它就容易成道 所以这个也许啊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来源 就是这么采测的说 是有根据的 这个仙 那个仙 撑了那么多的 为啥呢 你看虚云老和尚 入定了半个月 你说他吃啥了 那半个月 下雪下的那个炉子里面 都都 这个土豆都 还是什么来着说 烤的 都都坏掉 半个月 那么这里讲到的爱乐佛法位 禅三昧为食 就是指的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 是用两种来维系生命 一个叫做法喜食 就是爱乐佛法位 法喜食 二一个就是禅夜食 禅三昧为食 从中可见 天人众啊 所有的 这个都是以法生来体现生命 法喜食 处于会的部分 智慧的会 禅夜食 处于定的部分 定会等时为食 所以时时刻刻都在定会的相续中 这就是天人菩萨的 当下的这个实法 啊 实法 我们很难理解 啊 很难理解 因为 我们这里啊 吃东西 太可怕 要杀生 啊 呃 更麻烦的是 你看在咱们梭普世界 就不想说这点日子过的啊 这种断食呀 饮食形态 真的是让人这个身心疲倦 你是为饮食要投入多少时间精力 为什么我们这会有餐厅这种产业 会有厨师这种职业 啊 你说居家过日子 在座的咱们还能在庙里边 这样还算可以 那也得有个摘堂 还得要大聊天天做饭 啊 这样才能滋养 这也算是已经很不干扰这个正常的修道生活了 到了点了 去一吃 吃完饭 还得把吃饭当做一个供修啊 念经上供念咒一样 世间人呢 你说一天三度 我记得那会常说 哎呀 吃了早上就是这中午吃什么呢 就开始想了 中午吃完了又是这下午做什么呢 啊 一天都离不开 一见面就是吃了吗 中国人一见面就是吃了吗 吃了啥 啊 表达友好就是给你买好吃的 请你吃饭 所有的这些都是以吃为吧 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 哎呀 海鲜酒楼养殖厂屠宅业啊 杀业未搞口服啊 整个这些都是让我们修道修不起来 全是下舵的主婴啊 为什么这里讲到说禅三昧为食呢 就是因为法藏比丘看到 有种国土 为了这个吃饭 太忙碌 太遭罪 太造业 甚至表达一些极端的手法 你看 谭乱大师这里讲到了 为了吃 碳凿破卵 啊 碳潮破卵 就是小时候呀 上述挖鸟窝呀 挖舌蛋呀 啊 挖鸽子蛋呀 吃各种蛋呀 还有王铺生厨 啊 飞禽走兽都能做成 美味这个最近就不想说了 哎呀 讲 安世全书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现在这不是也在正在招这个果报吗 没有不吃的 他们戏程说 四条腿的除了凳子不吃 党腿的除了凳子不吃 天上除了飞鸡不吃 啊 在的都吃 啊 什么乌公 蝎子 臭虫 老鼠 蛇 还要生咬的吃 你看拿这个鱿鱼 上次我讲 一口一口的咬 那鱿鱼的这个 那个触脚呀 一口咬一个 一口咬一个 哪还在 那个鱿鱼还在他身上缠的 哎呦 还是个女的 啊 一看就是罗畅来的 啊 一看就是罗畅来的 我记得那会记住 看过个视频 现在想起来了 就吃猴脑 猴脑 怎么吃呢 活吃 这个桌子 是特制的 就在咱们桌子中间呢 有个 我们是转盘 它留这么个口 上面都是个 刚打的那个呀 固定住 这猴子呢 就被拉出来以后呢 就把它塞在桌子下面 只露出来这个脑 就这个口 把它脑这个塞起来 下面就固定住了 然后 所有的影视 就外国人啊 不知道哪里的几个人 几个女的 还有几个女的男的一起谈笑风声的在那笑呵呵的端上来了 四五个人 用一个钢的什么东西啊 就把这个脑活生生的就给这个脑给切开 啪的切开 哎呦 我心里那个当时特别清楚 一个女的就笑呵呵的 拿着这个叉子了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它这么一夹一块 一蘸就吃掉 吃这个活的猴脑 这个猴子还活着 那个视镜头呀 还上面拍一会儿 下面拍一会儿 你看看有多惨 啊 所以法藏比丘就是看到这个以后大行慈悲 说他的国土里边 怎么呢 所有的影视都是以佛法位禅三位 作为法喜和禅定食 啊 这样的一种常态 实际上咱们 这个 这个娑婆世界也有这个法 当时日月登明佛啊 读过法华经的都知道 在续评里面 日月登明佛最后一尊日月登明佛 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 光讲法讲了六十小节 六十小节 结果呢 在座的听法的听了 跟吃了一顿饭的功夫 都不饿 没感觉 一点精神都没有损失 听了一顿饭的功夫 还没有一点点人 一个人心生疲倦 六十节小节讲法 这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 就觉得又有点超量了 我也累了 大家可能也疲了 那好吧 只能合掌回向 文法功德殊胜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陈尼诸众生 素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 摩合般若波罗蜜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